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觉得你要骗他 那个眼睛 你看他那眼神就不对 那这个是业力还是 这个也有时候其实也不是 这个还不算 有时候你在我们在人道做事 也是需要一些智慧的 比如有些的人 就是你不是说我爱每个人 我就相信每个人说的都是那样的 你也能要分别他 到底是骗你 你不代表 比如说他今天要骗我 你知道他是在说假话 你知道 但是你可以不上到 但你不代表他是个坏人 你不要辅定他这个人就行了 他有一天今天说假话 可能是无奈 骗你 第一可能是他真的走到绝路少没钱 或者是说 他可能真的是被仇人所逼 等等等等很多人 第二个他可能是 真的是就很多原因 他今天对你骗了你 但是就说他可能有些恶习啊 等等 他今天骗了你 但是不代表他这个人真的是个坏人 也许他拿了这些 你骗你的钱去回家给他妈妈买了药 或者是给他家里人做了事啊 他也 那一刻他对他的妈妈 可能有个爸爸 他是有爱的 就是他他是有 但是他这个行为是坏的 你知道吧 就是你这个 但是这个人的话 假如说这个人骗了我 他有些得忧郁症的人是什么 骗了这个人如果这个行为骗了他就把这个人也辅定了 说这是个骗子 他就永远对这个人就失去希望了 他就说这个人是不好的 辅定了这个人的时候 那么下一个人如果再出现同样 他就连那个人辅定 连续辅定三五个人他就完了 他就可以怀疑所有的人 因为他就没办法信任所有的人 但是你可以辅定这个人的这个行为 但不代表如果你能够辅定他的行为 但是呢觉得这个人不是坏 他只是在行为坏 那么这个人在你面前他仍然有他美的一面 那么你不辅定这个人的时候 你永远有希望 就是说所有的人永远在你面前还是有希望的 你就不会忧郁 你就不会出问题 人是没有绝对的好人跟坏人的 他只是一段时间他的行为坏 或者他的行为好 但是他内心深处每个人都知识 他有善有恶 他只是对你表现了恶 对别人可能表现了善 可能他回家对孩子永远是善 是不是他也有美的一面 有爱的一面 但是很多人在这个世界受骗以后 他就伏定了所有的人 你可以选择 如果这个人真的是个骗子 说他骗你了 你可以选择说 哎呀这个人连续骗了我十次 他一直在骗我 那你可以选择不跟他来往 我惹不起他躲不起他 我不跟你来往跟你断交 但是我认为你做了很多的措施 但是不代表你这个人完全是没救了 你这个人也有 也可能有一些东西是散的 但是只是我承受不了 就是说我没办法跟你打交道 你老骗我我也受不了 是不是 那你去什么时候不要 我也渡不了你救不了你 我也不需要你骗我 我也不让你骗我 就绝了 但是不代表你辅定人 如果你在生命里边 你辅定了别人的话 你知道吗 你辅定了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你辅定的越多 你越痛苦你知道吗 因为你知道到我们 中下是在真理上也是什么 到最后你就是一切 这十个人你辅定了 那么将来你的知性里边是不圆满的 你的知性你一定要辅定了你里边的东西 你里边永远有这些恶的像 他们的像在你里边 你永远被他们伤害 就是说你永远受伤害 就是他们伤害你生生世世 一直在伤害 你记住了 你记住了 他们就在伤害你 永远 你辅定他的行为啊 你不要辅定人啊 人是有善恶的 知道吧 有爱有善 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的坏人 也没有一个绝对的好用 只是这个人今天做了个错事 他错了 他做错了 他不知道自己做什么 他只是迷茫了迷惑了 这就是佛经常说 我每个人都是佛性 他迷失的太深了 他中毒了 他不知道了 他不知道自己做什么 所以那一刻他病得重 他这身面太重了 所以他骗了你 但是这个人不代表是坏人 六道就是哪一道都不是坏的 如果佛要是说 把所有的诸事都服定了 诸事都这么难度 哎呀 地狱道跟畜生道 还有恶果 那些最有因的 他们是坏的 我只度那个善的 就完了 他什么叫普渡周神 他也不可能成佛 大家都是人平等的 只不过是今天他病得重 他做了坏事 他病得不重 他做了个善事 就这样子 不要失望 不要对任何人失望 但是也不代表 你不失望 不代表你精神能帮到他 不一定 这个人 你这个人可能真的很坏 杀人不扎眼 但是你不符定他的人 你符定他的行为 你只是觉得他行为做的真的不好 他杀了很多人 那当然他有他的因果 知道吧 他会承受他的因果 但是你也不代表说 我一定要跟你 每天去度你啊 救你啊 你救不了的 他有救他的人 你承受不了你就离开 你不要去 他一定要救这个人 也不一定 但是你也不要说 这个人就没救了 你也不要这样说 他一定有救他的 但是有时候 在人道就是 你错就是错了 有的人死不忍错的 有的人 休息的就是说 我知道错了 我改不了 但是明天又犯了 这个可以的 但是世俗的人是 他也不认为自己错了 有的就 越来越固执 越来越顽固 就认为我做的就是对的 是你看我不好 是不是 尤其很自我 就是觉得 你在敲我毛病 我永远不改 他其实有些东西 他是做的 在人道他是做错的 你要从六道来讲 没有交错 但你现在是人嘛 那人道的标准 你就是说 冲了我去改嘛 我改了就正常了嘛 只不过是我那一刻 做的不太好 也没有说绝对对错 只是说那一刻这件事 对我的身体健康 心灵健康 对我修行没有好处 就OK了 看你的目标是啥 你要成佛 那么OK 有些行为就得改 你要说我就是都 在这个世界吃喝玩了 玩的 后的这一辈子 我混完就算了 那就不需要 你什么耍做什么吧 你觉得耍就行了 没有对的 是不是 所以现在不是很多年轻说 只做耍的不做对的 只耍 只算是耍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成佛 你就不能直爽 你就要做对的 你就要有方向 有目标 有的该做 有的不能做 就是这样 你要是 你苏联了目标 你要用心到那个目标 那中间有些东西 你就要砍的 那支支支支支 那不对的就要砍 你就不能傻爽做啥了 傻爽 你满足你欲望的 可得爽嘛 满足不了你欲望的 可得不爽嘛 是吗 是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